超快的强点连贯速度 整场比赛全都是各种连贯杀上网的强攻 明明是一场女单的对抗 这怎么打的全都是杀上网的残暴局面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24年亚锦赛的赛场 我是光颖 关于女单在包揽了四强 创造出盛世之后 决赛的争夺来到了陈宇飞与王指宜之间 这场比赛会是以谁的胜利而告终呢 开运上来 王直接下压 推两几线控制不让飞连贯 降点弹大斜线 飞的启动就被骗了 王直接下压 飞反击 两人底线较量 飞调动大斜线跑动 王争取进王主动权 继续强点快推将飞拉开 飞给的很到位 主动抢强攻 抓了连贯机会 王想控网 飞就推过顶拉开 抓了过渡 飞变速抢攻 强点推过顶B转身 蓝掉转一拍 抓推突然变速 打了连贯 飞的进攻组织 主要还在变速突击上 往连贯强点推压给压力 时钟去抢往前高点进行调动 飞更多拿下手位去摆脱 还想要控制底线拉开 往直接抓推 杀出高质量 往继续强点 飞推挑质量很高很到位 抓过度突然变速 杀出高质量 往直接抢弓 飞勾球调动 逼往转身起球 继续控往B起球 强点推大线线 再杀大线线 反复的线线球路 往实在是跟不过来了 往还是依靠连贯抢更高的点 比飞的被动跟随 将角度主动打开 给飞带来跟随压力 快推大线线以大角度B过度 王直接下压 飞往前分球 不给舒服击球 弹大线线实现摆脱 横到位 王只能过度 飞枪攻后 连贯强点抢推 王继续强点去对飞拉开 转动近往飞还是尽力争夺一下 飞调动前后长跑动 推球拉开稳一下 王推重复了点飞抓推 王在往前争斗的很强硬 这下质量很高就不到位了 飞利用平高摆脱 摊大线线逼王的跑动 很到位还是没有机会 继续利用勾球大线线进行调动 高过度突然变速 连贯的强点推压 逼出了王的摆脱破绽 两人的基础功都很好 再加之彼此之间的熟悉 这全都是多拍的相持 然后王杰发 直接杀出了边线高质量 两人相互失误后 王想要再往前逼出几球 飞不想给机会 这下就被抓了 飞连续两个失误后 王继续在出球上加力 飞加力反抽压住不给上网 抓推高质量打了边线 王杰发就开始逼压 然后突然软业盘改为了勾对角 这球高质量 飞判断出了失误 飞紧接王的回放 这球抓是抓到了 但是质量实在是太高 在抓铺的失败中 第一批比赛结束 两人的打法特点还是很鲜明的 王更多都是利用速度强劲 主动带速度节奏给压力 而飞更多都是去追求 调动拉开的变速突击 来到第二局 王钓鱼出高质量 飞抵守为极限回救出高质量 这下成功完成反杀 这个球实在是太极限了 飞抓推打落顶 提速抓推球白托 打了连贯 王的强点连贯依旧非常积极 非常是大行限快推拉开 反勾想盯住往前 这下被推出更加被动 飞加力压住远往不给上网 王主动抓推摆脱 飞主动空王抢弓 再打落点 王的摆脱非常硬 抓不过度就是快速的连贯强垫 停顿推出飞的转身 咬住以后 就开始连贯的强垫大范围 调动打进攻 王的速度保持非常快 让飞更多去拿低守卫 飞主动变速枪攻 转到往前切磋空王 但是王的紧急招不动得超级快 这球质量已经很高了 但是依旧抓得很漂亮 枪点推大急性 飞抓机会 连贯的枪点 结果自己给出了失误 这段时间 飞感觉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王在后场更加积极地去拿点 让飞的启动跟随压力很大 再加之连贯的往前枪点 速度上的劣势被动叠加 越来越明显 而且飞的失误率 也是上升了非常多 也是上升了非常多 前游主动变速打枪攻 主动争取往前的主动 但是王的枪点摆脱还是很快 抓被动摆脱又是连贯 飞现在更多都是被速度带着走 王更快地拿点 逼着飞只能被动摆脱 背后就是被王抓机会 在连续的失误后 飞主动向攻 反复将王压在底线 重复控制正手底线 拦掉平高线线 这下王大幅度重心起伏 在强点推大线线高质量 王就太被动了 党员往抓推下压 紧钉推球拉开 绑紧钉抓推 拦截全都是将球路保持下压 飞抓摆脱 但是又被推出转身 这下又不到位了 飞在第二局 转身的次数增多了非常多 体能和精力上的下降是比较明显的 竟然在飞自己的下往事务中 整场比赛结束 王志一整场比赛 都展现出来了非常快的速度 连贯的保持也都做得非常好 第一局的飞还是更多次做跟随 打变速的突击来进行对抗 但是到了第二局 王依旧还是很快的前后场强点速度 这下飞速度开始有点跟不太上了 下手为的拿点越来越多 叠加速度的被动力是越来越大 再加之失误率无法控制 这下就没办法了 让我们恭喜王志一夺冠吧 好了 这是本期压力点赛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唱点赞三连支持我一下 如果想观看其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莹 我们下期再见